叮咚,又一个必看展来了,从一进展厅这一件1965年白单准的第一件录像作品,扣子偶发事件,到观众可以成为作品一部分的山口深红的录像装置作品,公额,再到打开了无限空间充满想象和浪漫的小野养子的天宫电视等等,这是一个汇集了中日韩三个国家的17位开创了录像艺术先河的艺术家们,31件作品的录像艺术大展。 这里的作品呢,基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,也就是东亚录像艺术兴起之时,一批最早运用录像艺术作为媒介和艺术实验的,很有代表性的作品,可以说是渐渐珍贵。 而且整个展览呢,也饱含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和气息,那个时期虽然技术并不成熟,甚至有些笨拙,但是作品的表达反而更显纯粹和真诚。 如果说录像艺术,表达思想有着更为细腻的特质,那么在这个展览,这些作品中会让我们有一次非常深刻的体验。 如果你喜欢的话,一定不要错过哦。 谢谢。